我们接下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研究一下 这个楞严经,楞严经是一本大经,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把它逐次的给大家讲解 那么我们只能讲密钥,通常我们学佛的人或者是我们修炼的人,修行的人 那么你在使用佛经的时候,那么我们有这几种类别了 那么很多人是拿来供奉的,为什么请回去从来没看 好的它放在神台上,放在佛菩萨旁边 不好的还放在纸箱子里面,对吧,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是信仰,我是做一种信仰 那么还有呢,就拿来研究研究 到底这里面讲的道理是不是对的 还有是拿来装潢的 就是说我在持楞严咒啦,对吧,在讲楞严经啦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因为它是刀墨,斜师说法入红河沙咒 好像是你不提楞严经,大家都怕你 对吧,但是它就拿来提,拿来提的话,那么就是装潢自己 它有没有真实的作用 所以这楞严经实际上它是拿来用的 不单是楞严经,每一朵佛经都是给你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楞严经的因缘是什么呢 当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呢,有一天受供 就带着所有的弟子去波斯尼王那边去受供 温暖出去了以后,所以没有去受供 那么温暖就回来以后,到了因供的时间,他就去脱博 脱博以后呢,他就被摩登前尼,就摄入人洗 就是像我们说的祭宴之类的 然后就要毁坏戒体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着急了 他赶紧就是不吃饭了 本来吃完饭可能还要喝杯咖啡聊聊天 他说不吃饭了,赶紧回去 回去说有秘因,什么原因 他当时也没讲 他回去以后呢,马上就是把座位摆好了以后 一上座,从顶上放出光来以后 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你们刚才听的那个楞严大神者 他从顶上放光以后出来了 那么他让文殊菩萨拿着这个奏 借着这个奏力去把这个温暖跟那个摩登前女 都设到这个法堂上去了 奥乃是个什么人,奥乃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就是跟释迦牟尼很亲近的关系 你们现在跟释迦牟尼有谁是亲戚啊?有没有?好像没听说啊 但是这个经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今天特别的应激 就是在今天的学佛的心中中特别的应激 就是什么呢?你都没有奥乃那样的地位 对不对?他还多温第一 就是佛讲经每会他都在听 因为他是佛的侍者吧 他就佛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所以他都温第一 对吧? 但是这里面就有故事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奥乃他在证了出国罗汉 他是阿罗汉了,但是他才出国 因为奥罗汉又到四国才什么? 证圆满国 在阿罗汉这个层次 所以他到这才证了个出国 所以他就抵御不了那种什么? 深色的迷惑 深色的迷惑 然后呢就差点毁坏戒体 那么佛头就把他奢入法堂 那么他听了这个佛的《愣言经》之后 他马上就又升了一级 就证入二国罗汉 哦,那什么时间证了四国? 什么时间证了四国? 所以我们要对佛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所以佛陀灭度以后 大众要集结经典 这个时候要求是说 所有的都是要证果 证到阿罗汉以上的 阿罗汉跟菩萨地的 才可以出来集结经典 因为你说的应该是佛真实讲的 但是呢 因为很多的人听经 听得不全啊 佛头经常讲经 那么有的他就没有听到 只有汪难几乎是佛讲的全部 他都听过了 但是汪难也没有证过 没有证到四国罗汉 这个时候呢 这个僧坛就决定不要汪难参加 汪难就很悲伤 因为他是向来都文笔一嘛 都文笔一 那么他最后就说正果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拿佛的方法怎么样 用了一个晚上就正果了 正果了以后他跟僧坛说我正果了 僧坛那个时候要集结经典 把那个山洞的门已经封了 就不可以再有人进来了 然后他说你正果了就进来了 他就是不开山洞的门 他要从那个门外面穿堂过来 他就穿堂进来 就证明他正果了 我看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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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